今天我們又有一件大事要幹了啦 我現在不在台中 我現在人在台南 因為這個禮拜呢 我們要去墾丁 騎越野大會寺 其實大會寺的時間是18、19 可是 因為我們提早了一個禮拜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禮拜 我們就要下去墾丁 在下去之前呢 大家知道 其實我之前換了一點那個月帽 它很髒啦 那因為我每次都把它拿去騎 騎土路啊 因為基本上三四天就會去騎 騎車椅子 我都是沒有在騎它的 加上呢 現在初期的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三四天就會出去騎一次 那出去騎的時候呢 從一開始原本從台中 大杜山離我家很近 然後到南投 然後再接下來可能也會到台北 之類的 台北啊 花蓮啊 花蓮有很多領導嘛 為了長途呢 有時候接電話很麻煩 聽音樂也很麻煩 所以呢 我就想說來把我這個 裝一下藍牙耳機 卡杜 Pack Talk Black 英文有點爛啦 卡杜 Pack Talk Black 那卡杜這個牌子呢 在台灣我覺得算蠻新的 就是 知道它的人不多 看到國外啦 其實有蠻多人 蠻多騎士 他們都用卡杜的這個牌子 那今天要裝的這一台呢 它的 定位呢 算是 英質比較好的 秉持了實驗的精神 我們今天就把我們這個 卡杜 Pack Talk Black 把它給裝上去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這支邊能不能把它 好好的裝完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裝完之後又要馬不停蹄 披心帶月往墾丁出發了 聽說月眼帽很難裝 因為 因為月眼帽兩邊會做的比較毒出來 然後耳機塞進去的時候呢 會整個把耳朵憋住 所以會很痛 所以通常在裝月眼帽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把月眼帽裡面的保力龍挖掉 耳朵那邊的保力龍挖掉 可是我現在身邊沒有任何工具 我們就直上了 那等一下如果真的裝上去之後 發現真的很痛 不行的話呢 我在找附近的安全帽點 再去裝 開始 Yoyo 我是魯特 Kado Kado 鑒於小弟英文不是太好 所以大家就將就一下 聽聽我這個很爛的發音了 這次終於要把我的月眼帽裝藍牙耳機了 之前沒耳機聽導航真的很不方便 又不想要把尊貴的手機加在車上 所以整路停下來 把手機拿出來 又收起來 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整路就這樣走走停停 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就乾脆這一次 來把月眼帽裝上藍牙耳機 看到外面的包裝 顏色黑金配色 那這個黑金配色就是 在目前算是比較流行的 吐豪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Kado的這個Logo 一打開呢 馬上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一個 帥氣的騎士 這台應該是XSR吧 非常帥氣 然後我們的藍牙耳機就放在這邊 從Petal Black的外觀上 控制鍵簡單明瞭 在藍牙耳機本體的正面有三個小按鈕 一個滾輪 而這三個小按鈕就可以控制大部分的功能 開機 連接 廣播頻道 都可以透過這三個按鍵來完成 在三顆按鈕的上面 分別有三個微小突出的小點 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的確會不太習慣啦 不過在習慣了之後 戴手套的情況下 是蠻容易開關機以及操作的 裡面呢 繼續打開來就有貼紙 說明書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一盒裡面 我們的耳機 然後還有這個固定座 這個是麥克風 它有另外一種的 那這種是可彎折 讓你比較好 比較方便喬角度 到你的嘴巴的位置 那它還有另外一種的 就像這個可以黏在安全帽上面 我們等一下應該就是用這個 黏在安全帽上面 因為我們是月帽 如果把這一根給它插進去的話呢 個人是覺得我的嘴巴會有點 生命上不太安全的感覺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這個軟式的 包裝的內容物 則是有兩種麥克風 分別是全罩式安全帽 以及三分之三安全帽 兩種安裝的選項 分別是夾式以及永久式 那這個永久式就是用黏的啦 那魯特選擇的安裝選項呢 是用黏的 也就是永久式的 把我們這個卡扣直接黏在安全帽本體上 它裡面附的這個耳機啊 可以看到的是JBL JBL就是一個美國的 就是做音響方面很有名的公司 它這個音質 其實我昨天偷偷聽了一下 我覺得它音質真的算是很好的很OK的 應該是我從以前到現在戴過的藍牙耳機裡面 音質最好的一個 DMC模式作為Cuddle的當家技術 中文翻譯起來就是動態網狀通訊技術 像我一樣英文不好的朋友 就把這個模式 當作是一個全聊的功能 與藍牙結構不一樣 允許騎士在一個正在童話的群組中進出 也不會斷線或者是需要重聯 最多可以同時有15位騎士共同在這個群組中通話 距離則是可以達到1.6公里 北上回程的那天 在西冰上面因為要頂著逆風 而風真的又超級大的 加上越野貌前面只有一個風鏡 基本上就是整個臉都在吃風 除了臉被吹爆之外 風噪聲也超大的 而動態音量的好處就是在 當我們身處像是西冰這種風噪 環境噪音特別大的地方的時候 耳機會自動把音量調大 在西冰上面完全不誇張 還是聽得到導航的聲音 而當在下了交流道之後 隨著環境噪音逐漸變小 耳機的音量也會自動調小 才不會讓我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音量過大 不過這點其實也蠻看人的啦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不會太大 還是因為我天生耳包也是有可能的 我想除了動態音量這個功能 與JBL的合作 提供的高質量耳機 也是一個重要的工程 HECADOO這個功能呢 它其實就是語音識別 它的功能呢包括就是 像是我們在iPhone上面常用的 HEY SERIES 或是Android系統上面的 OK GOOGLE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這個安全帽給它戴上 然後來試一試 在房間裡面戴安全帽好像有點 怎麼好像有點北溪的感覺 可是沒關係 我們為了這個測試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一試 看我講它的指令 它會不會真的照做 那因為像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很常就是我們手是沒有空間的 因為左手要握苦拉機 男人的左手就是要握苦拉機 右手要握煞車 左腳要打擋 右腳要踩煞車 所以基本上我們四肢是沒辦法動的 假設我們現在在騎車 我們的手沒辦法 去按我們左邊的藍牙耳機 接下來我們只要 HEY KADOO打開音樂 音樂打開 才會自動幫我們播放這個 好那它其實還有很多的功能 就是不只只有打開音樂 我來試一下好了 HEY KADOO後一首歌曲 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在講的時候 你自己會有點尬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在騎車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太會有人聽到 所以還蠻OK的 它可以直接 HEY SIRRI 我的SIRRI就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請我的SIRRI 就是幫我射鬧鐘 幫我射行事例 假設我現在要騎一個小時 我要休息 我就是那麼剛好要一個小時休息 所以我就直接來 HEY SIRRI 幫我射一個一個小時後的鬧鐘 你的鬧鐘已設在下午5點51分 這個過程呢 基本上我全部都沒有用手 所以我的手機 又是跟我藍牙耳機連線 這個音樂讓我沒辦法思考 因為我想要跟它一起唱 其實我是不太會唱歌 我們把它停止 HEY CUTLE 關閉音樂 好它就關閉了 一切又回復成安靜的時候 像剛剛射的鬧鐘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 像我在出門騎車的時候 GoPro一個小時大概就沒電了 那如果那個路段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又很想要拍到它的話 像我們也可以直接請SIRRI 假設我現在騎車騎到一半 我想要去麥當勞 HEY SIRRI 幫我導航最近的麥當勞 幫我導航最近的麥當勞 我找到離這裡最近的一個 是南屯區里米路二段的馬克桑羅斯 請問這是你要找的地方嗎 對 這是我要找的地方 你要這個地方嗎 對 我要這個地方 我可以幫你打電話過去 或取得路線 請告訴我你想要我怎麼做 對 取得路線 正在取得到麥當勞的路線 正在取得到麥當勞的路線 像這樣基本上 就是我就可以直接去吃我的麥當勞了 非常開心 好 那以上呢 就是HEY KADU 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 PETOBLACK可以跟手機連線 下載KADU CONNECT之後 這個英文這麼多 實在是對我來說有點吃力阿 可以在APP裡面設定各種藍牙耳機的設定 如果你會把手機放在摩托車上 這對你來說一定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因為一點開APP裡面就會有很多功能了 電話、音樂、網播、DMC對講、藍牙連線 還可以讓你直接從手機上調整藍牙耳機的設定 續航的部分在官網上面提供的數據是13個小時 而這次墾丁橫春行 我在出發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禮拜四晚上 把PETOBLACK充滿 禮拜五傍晚裝完耳機 接著一路騎車 當然這中間不是都一直開著啦 真正使用的時間是在禮拜五晚上 還有禮拜天的回程 回程的時候我大概從下午的1點多2點 從墾丁一路北上 直到上了西濱 到了口湖休息站的時候才跳出第一次低電量警報 回到台中剛下西濱的時候 真是沒電自動關機 還跟我說掰掰 實際使用的時間大概就是禮拜五晚上我從台南騎到墾丁 以及禮拜天的下午1點多 我開始從墾丁往回騎到台中 使用的時間大概是12-13個小時 與官網的數據是差不多的 官網的數據是IP67防水防塵 這次墾丁騎了很多水路 而我知道大家應該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我摔車了 先放幾個摔車的畫面當作預告好了 好啦離題了 在這中間我的安全帽因為摔車而死掉 也有因為紅面壓的側柱沒有立好 而整頂掉到溪水裡 藍牙耳機也確定是泡在水裡面的 因為從左邊掉下去之後 整頂安全帽拿起來可以說是潮到出水 不過當下重新戴上之後也試了一下 還是可以停的 到目前也都頭好莊莊 總結來說以我使用這個耳機到目前大約2個禮拜的時間 音質無可挑剔 是我從以前使用安全帽藍牙耳機到現在 音質最好的一個 有興趣的朋友們一定要去試聽看看 而對我來說另外一個方便的地方就是 語音控制我很喜歡 因為幾乎騎的都是長途 可以與手機連線導航以及對講 真的很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在影片的最後如果你有看到這邊 那恭喜你 在影片下方留下 我都念Kado 魯特會在一個禮拜之後抽出一台 Kado Pacto Black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都念Kado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